电视剧延续攻略 自7月19日开播以来 收视大好 已经轻松破20亿了 本来作为每周四至周日 20点个更新两集 让那些一口气可以看十几集的网友们不禁抓狂 因为有三天是不更新的 之前好多网友纷纷在于 郑微博留言表示 希望收到最好的福利是日更 每天都有大批吃米粉丝留言 于正身为编剧也实属无奈 趁剧已经迈出 自己无法掌握更新情况 惹了网友不得不追着看延续攻略小说 今天网友终于等来于正 发布延续攻略更新的好消息 简直让网友们十分兴奋 延续攻略更新时间 已经有了确切眉目 延续攻略加更 即日期每周二至周四的更新两集 延续攻略一共七十集 目前已经更新到三十多集 经内部商议认为暑假余额过半 因此准了大家加更的欲望 这样虽然没能到达网友们强烈日更的建议 但是能够加更已经是好消息了 网友们表示 终于盼来了加更 那日更还会圆吗 延续攻略已经开始了攻斗 剧情跌宕起伏 出人意料 那些战英洛富衡CP的网友怕是要伤心了 在三十集更新的剧情中 显示皇上已经暗恋上了鹰鹿 还悄悄安排为鹰鹿减轻负担 暖心举动融化了鹰鹿的心 看到此景十分感人 在走往更新的剧情中 一向咽压全方的高贵妃领和饭子 不知大家是该高兴还是伤心 突然感觉高贵妃 是一个很没有心机的妃子 终究抵不过 贤妃蛇诗慢的城府 一个眼神能杀死一片人 每天会更新娱乐去世